好不少女性朋友都希望自己的鼻子可以再高一点看起来比较好看 时下就很流行一种叫做鼻梁增高器的东西 不过今天公平交易委员会却开罚20万 莱利达公司所生产的康蒂斯鼻梁增高器 涉嫌广告夸大 宣称了效 日本超人气的鼻梁增高器是很多爱美女性的首选 引进国内加以改良之后 鼻达器就变成了像这一张图样 业者在网站开的广告当中说 每天讲20分钟以上就会有坚挺的鼻子 但是公平会认为涉嫌广告不时夸大疗效 那他们提出来就提出来一个医疗整形的资料 那医疗整形跟这个使用鼻甲事实上是两回事 所以不足以证明说是使用鼻甲的效果 所以当初就是因为这样子会有违反公平交易法21条的行为